我想問一下,現在說好像有聲然勸進,你覺得你是個國旗說可以選台北或新北,那你記得意願大嗎? 因為有些人還覺得說,如果是蔣萬安出來可能危險性蠻大的,可能不會贏 我覺得蔣萬安是很好的人選嘛,那民調也都還不錯 只是他現在還沒有宣布,我想一旦宣布以後,那這個爆發力一定會十足 所以我對蔣萬安是蠻有信心的,好好的拼,往前衝,應該是沒有問題 選舉嘛,鄧中心說有沒有人勸,那當然有人勸 勸我的地方多了,從高雄勸到新竹,勸到新北,勸到台北,桃園,都有人勸 勸是一回事,勸總是有人勸的,我沒有考慮了,我到至少在 我沒有想過要選這些地方,而且國民黨人才濟濟,各地都有很好的人 我覺得鼓勵他們,如果需要我協助,我盡量協助就是 所以目標還是2024嗎? 目標是啦,但是大我也不予自取,這也不是你的目標是你就可以得到 反正我的立場意向很清楚,只要有比我優秀的人,我都支持 不管是2022、2024我都支持 那你覺得蔣萬安有比你優秀嗎? 蔣萬安在很多地方比我優秀,我覺得他很好啊,所以... 而且他還沒有宣佈要選嘛,一旦宣佈就不一樣了,他沒有宣佈能夠有這樣的民調,一旦宣佈以後一定往上衝的嘛 但因為現在拱你的是深藍,所以代表是不是蔣萬安沒辦法吸納傳統我們應該支持者的深藍的票 第一個,我不代表深藍,我意向不認為我是深藍,我是藍,但我不是深藍 我吸引的票也不是只有深藍的票,事實上呢,拱我的也不是深藍 那多了,就是說各種希望我選的聲音都有,跟深藍無關 到現在為止沒有哪一個是深藍來勸我,並沒有的 那現在國民黨基層好像瀰漫一股焦慮感,那認為說如果你出來的話才可以凝聚藍營的士氣 那你怎麼看這件事情,才可以牽動民進黨 國民黨基層焦慮當然嘛,因為前幾次的公投啊,選舉啊什麼都不是那麼順利嘛,所以當然是有一股焦慮感 那另外就是因為你沒有執政嘛,那看到民進黨這麼囂張,看到兩岸這麼緊張,有志之士都會覺得很焦慮的 但是我就講國民黨人才忌忌,那只要大家團結,我覺得應該沒有問題的 朱主席不是講最近有還5萬個新黨員入黨嗎,這是一個好現象啊 在處境這麼艱難的情況,還有這麼多黨員入黨,所以我覺得是很好的,所以 基本上因為我的立場很一致啦,就是支持朱主席,支持黨中央 那需要我協助,我盡量協助,就是這樣 董事長,那想跟您請教一下,因為現在您好像除了拉台特定的參選人 那又近日又跟這個中央委員會來槓上,那是不是有另外自己組成這個趙家班的這個議會呢 我沒有跟中央委員會槓上,那基本上就是說,比如說中常委,我有意見 我早就有意見了,我去年就提出意見了,提出這個改革的意見 這不是今天啦,我一直都覺得說,國民黨該陰心陰格的事情很多嘛 中常會是其中之一了 那朱主席前兩天宣布他的改革辦法,我也肯定他,我這也是至少邁出了一大步嘛 當然要繼續努力啦 所以,你說,現在很為難你知道嗎 現在為難就是說,那對於國民黨到底我們可不可以有建議 現在我都不敢講話啦 你有建議就說你是炮打黨中央 你有建議就說你是要搞派系 那通通不能講話嘛 那一個黨真的要變成只有一言堂,大家都不能講話嗎 好像不應該這樣 但你只要講的話,就變成說你這個炮打黨中央 不應該變成這樣子的 就是說,大家應該有話直說啦 但是,以我目前的情況,基本上 我覺得我對,還是低調一點 我該講不講,我覺得都很困擾 就像,昨天就很多記者來問啊 你那個,考季會的這個結論你怎麼看 我真的想喔,我想了一夜,你知道 我不說,好像也不好 因為你之前一直在關心嘛,已經關心一年了嘛 你說也不好 你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你說好像一夫,你又有什麼不同的意見 你說你肯定吧,好像也不對 你否定吧,也不對 所以,真的很為難,真的很為難 那,對於年輕的朋友 我自己回想,我自己 不到,差不多30歲的時候就被提名了 30歲就當選了,台北市議員 31歲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 我也沒有任何的背景啊 就是靠大家支持我 所以,今天如果我有這個能力 有這個機會,能夠幫助年輕朋友 有志之士,很多年輕人很優秀的 能夠幫他們,在這個階段 能夠幫他們被國民黨提名 我覺得,我很願意這樣做嘛 所以我現在做的也是這個事情 只要年輕優秀的,我們覺得這個還不錯 如果願意去爭取提名,我們都支持啊 最後還是要看到有沒有國民黨提名嘛 所以,坦坦蕩蕩啦 就是說,優秀的人才 真的,我覺得大家都要愛護,大家都要支持 那不是哪一個人,不是什麼 趙家軍,不是趙家人才 不是韓家人才 不是猴家人才 不是朱家人才 那是國民黨的人才 那是中華民國人才 那是國家的人才 對於考基會昨天做出這樣的決議 您自己想說的話是什麼 是認為國民黨太不掌勁了嗎 還是國民黨和諧了 這是你說的 我沒有任何意見 這個事情我決定不發表意見 只是我對一件事情有意見 他們不應該把徐曉星的名單公佈嗎 你這算搞什麼呢 就是說,你們規定說不具名我不受理 具名又給他洩漏 這真的不好 對不對,像曉星這很難為 曉星有一個非常優秀的年輕市議員 對不對,敢言 但是就把它公佈出來 是他檢舉的 唉,我覺得不好啦 不應該這樣子 會不會覺得國民黨共產 其實根本沒有想要針對這件事情 好好做改革 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這事情我沒有評論 就是說,因為 而且我的意見真的不重要 我就是一個黨員嘛 我意見哪有重要呢 你們的意見比較重要 你媒體怎麼寫嘛 你媒體怎麼看嘛 你媒體怎麼評論嘛 一般的國民黨幾十萬黨員怎麼看 怎麼評論嘛 社會大眾怎麼看怎麼評論 我覺得那個比較重要 那許曉星的事件這樣子發生 那外界會不會擔心說 以後黨內要調查東西 其實都會被噤聲 不敢表達自己的意見 我有點擔心這樣 我有點擔心 當然 曉星 曉星現在 他當然是說 公佈就公佈了啦 但是總是不好嘛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 單獨就把需要已經公佈了 是他檢舉的 不好 而且他們兩次都用問卷來調查 那黨內就有中常委嘲笑這個 呃 講完萬安是不是其實可能也不會贏 如果有這樣到這一步的話 有沒有可能你可能為了黨 那出來幫忙 黃珊珊如果不出來選 講萬安一定會贏 那問題就是 黃珊珊看起來好像也要選嘛 他也是個黨啊 他有議員要帶啊 所以你不能說他不能選啊 那就拚嘛 我覺得沙喀都就拚嘛 也不是不能拚啦 你知道嗎氣勢拚出來 選票也可能會集中啊 就是看你選舉的過程 選舉我們英文講叫campaign 那是一個過程的 整個過程是非常重要的 現在都還沒開始啊 講萬安根本還沒宣布啊 你們怎麼來評斷他呢 根本還沒開始啊 那現在全台各地好像都有新人 要找你一起來掛看板 那現在好像認為 大家在外界就認為說 你現在是不是黨內最強的母雞 我想各地都有母雞啦 那我們只是駐一輩之力啦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知道現在他們在初選嘛 那初選因為各地的市長候選還沒出來嘛 所以他現在在地方可能 不見得找得到母雞嘛 因為市長還沒有訂啊 所以他們來找我 反正我也不參選 我也很 很中立嘛 很客觀嘛 所以大概來找我的原因就是為了這個 因為他們也知道我反正沒有要參選嘛 所以也不牽涉到地方的利益之中嘛 所以 找我 我們也不是找來都支持 我們要看嘛 而且他不錯 這個年輕人還不錯 值得來鼓勵 值得來栽培 我們就會支持他 那會不會覺得說黨中央的這個選戰策略是有問題的 因為過去都是縣市長先布局 母雞先出來 然後才 才處理小雞的這個部分 這也難講 我覺得黨中央可能有 因為我 我不是提名小組我不知道 但我想他可能在想說我要看民進黨提名誰 可能也是啦 因為民進黨現在執政黨嘛 所以我看到你提名誰 在決定我提名誰 有可能啊 所以這是為什麼這次比較慢 但是比較慢對議員來講 就是比較困擾啦 尤其對新人啦 老議員不會 因為老議員反正都提名了嘛 對新人來講很辛苦 真的大家 給這些新人多多鼓勵啦 那怎麼看啊 就是說其實有民進黨的立委是呼籲說 國考要廢國文 但這個部分是不是其實有點打臉蘇貞昌 因為說去年他在質詢的時候也大談 就是說蘇東坡這些議題啊 那好像是在嘲笑蔡總統之前說 鼎亮台灣還寫錯字 沒有一個國家的公務員考試會廢掉那個國家的語文的 那所以呢我覺得 而且特別是對國考就是要當公務員比較多嘛 那你說如果連個公文都寫不好 那你怎麼當公務員呢 那是公務員最基本的條件 那至於說古文 如果有些比較敖口的古文 比較深奧的古文 那是可以不學啦 但是有很多古文也非常優美啊 對不對 這個像王維 詩中有話話中有詩對不對 也有些那個不管詩詩歌賦都好得不得了 那是幾千年千錘百練才留下這麼一點作品 所以我覺得不學也很可惜啦 就像美國的中學 他也要念莎士比亞 他不可能說我通通不要看啊 美國可能這個很多這個英國的這些文學家 他也要念啊 甚至歐洲文學家他也要念啊 這個就是 這個對充實一個人的這個氣質跟程度是有關的 我們不常講嘛 這個首讀唐詩三百首 不會贏時也會贏 又說富有詩書氣字滑 就是你有沒有東西跟你讀了多少書其實是有關的 那國文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個人希望的一環 尤其你比如像老莊的思想 那也在國文裡面啊 那一個人如果遇到詩意的時候 過去讀了老莊想起來 哇覺得人生 又是另外一番境界 其實都有對人生其實都有很大的幫助 古文其實經常跟哲學跟做人 其實跟人生價值是連在一起的 我覺得有機會在年輕的時候讀一讀 對一個人一輩子不會有壞處的 董事長我想要再請教一下 就是蔣萬安最近他的民調有一些下滑 那就讓萊寧北市的一些議員有很焦慮 那你認為下滑的原因在哪裡 那如果再繼續一直下滑的話 萊寧需要再重新評估這個北市的人選嗎 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其他的想法就是蔣萬安 我現在看起來是這樣子 我在講之後 因為他還沒有宣布他要參選 他不是候選人 一個人是候選人跟不是候選人差很遠 一旦宣布參選 那個氣勢就起來了 所以我覺得 藍營的市議員擔心的或是焦慮的 不是蔣萬安 是說還沒宣布 那沒宣布他 比如說我怎麼跟你一起掛看板呢 我怎麼讓你做母雞呢 因為你還沒宣布嘛 所以我覺得也不宜拖太久了 早一點宣布然後早一點衝刺 也可以帶領這些市議員往前衝 那我在旁邊協助他們我都很願意 我想問一下關於時事議題 有停電的部分 這個三月同期已經有554戶的停電 那甚至高雄是每週都有 那蘇貞昌其實還說呢 跳電是國民黨時期的 我不解啦 他一直說現在有減少了 但是以前好像我們感覺沒有這麼頻繁 那最近為什麼這麼頻繁呢 不但有大停電有中停電有小停電 有局部停電 像昨天你看內湖然後再來新店安坑 然後鳳山什麼大社不斷地搞 對高雄台南的居民是很不公平的嘛 那又要忍受空氣污染 又要忍受停電之苦 然後就跟我們講今天是鳥啦 明天是什麼亂七八八 各種動物等等 那以前沒有這樣啊 以前大家感受的這麼強烈停電嗎 沒有啊一定是他有問題啊 那他可能講說以前次數比較多 次數不代表什麼啊 以前停電可能在很多偏遠的地方啊 在山區啊 在這個 不是都市集中的地方 現在都是在都會人口 一下子幾千戶 幾千戶影響才大 不是光次數啊不是量啊 是值的問題啊 你停電現在影響 絕大多數人的絕大生活 這就很嚴重了 因為最後想問一下 關於這個7.2萬劑 72.2萬劑的疫苗就是需要銷毀 好像是我國的第一批 最大宗的這個報酬案 那有些人就覺得說 為什麼你這些疫苗會過期 其實主要就是因為你都不提早打疫苗 就第一個他買的時候就沒有規劃 那時候很需要的時候他買不到 或是送不到 所以使得民間像郭台銘啊 台積電啊 慈忌啊都要自己去買 那那批就是急死瑜 那如果說政府那時候買到了 就不需要這些民間來捐啊 民間的錢也是錢啊 不是說民間捐款就不是錢啊 那這是一個了 就是說當然很難說完全說我用 我需要1000萬劑 那1000萬劑都剛好及時到 我覺得這個要求也過分 但是現在變成當時要不到 現在呢好像不需要了 就頻頻的這個過期 就浪費民子民告 而且還說這是秘密 不能告訴你損失多少錢 這什麼秘密呢 對不對 那另外就是高端嘛 高端買了500萬劑 只達200多萬劑 將來要銷毀 而且一直在延期一直在延期 疫苗能夠這樣一直延期嗎 這也很奇怪 對不對 那另外呢就是你高端根本沒有完成 人家至少其他這些什麼莫德納 BNT都還是完成一定的程序 連高端當時連這個程序都沒有 就用什麼免疫橋接啊什麼一大堆 就把它核准了 那大家不想打 或是不敢打 所以現在又把它銷毀了 這就是明子明高耶 對不對 你對那個賠償 比如說現在得病了 然後呢打疫苗死了 那個賠 就是不是得病了 就是打疫苗 因此傷亡1200多個人 對這些人 你給他的賠償斤斤斤計較 到現在為止幾乎沒有人獲得你的賠償 都說無關 對不對 一般的疫苗去一個申訴 大概都有百分之一半 四十到五十 說是有關 現在呢 其實百分之九七都說無關 你對這邊 對那個打疫苗受害的人 這麼斤斤計較 那邊對於幾十億幾十億上百億的疫苗 就這樣把它銷毀了 這簡直是 頭重腳輕不平衡嘛 完全搞錯重點 對不對 你那邊減少浪費 這邊對於這個 因為疫苗受害的人 多給他一些補償 那是怎樣不行嗎 對不對 這也是你的人民啊 你這樣以後搞得 大家可能就不太敢打了嘛 對不對 打了萬一出的事情 國家都不理 都說是我自己 都是我的素級 都我年紀太大 都是我有各種病 跟他都無關 怎麼可能嘛 打了你疫苗才死的 怎麼會無關呢 講起來就讓人家有生氣 好不好 謝謝